另外来看到这起车祸也真是让人捏把冷汗 那么当时是在台北市万华有左转机车 没有到注意到执行来车就直接穿越了黄线左转 想到这时候一位妈妈呢 前后都载着女婴还有大女儿执行经过 当场双方撞上 而且妈妈直接倒地 背着婴儿的妈妈呢 小腿被刮到血流如注一度还站不起来 幸好当时她侧衰 自己先落地也保护住女婴 否则可能会更酿成更严重死亡车祸 直行的机车上妈妈后座载着大女儿 前座还用背带背着一个小婴儿 撞上左转的机车骑士后 倒地一度站不起来 还好路边好心的民众见状 上前一把把受伤的妈妈拉了起来 一名机车骑士准备左转进这个巷子 但没有注意到来车直接穿越黄线左转 这是一名妈妈载着女儿直行 两人直接撞上导致多人擦措伤 相撞事故发生在万华区柳州街 中午12点午休的尖峰时段 妈妈一前以后载着两个女儿 另一台机车左转时没有确认直行 来车就直接穿越黄线 两车相撞上五个人倒地 女人也被吓得啼哭不已 附近民众听到撞击声都吓了一跳 赶紧叫救护车 幸好妈妈有保护住婴儿 侧衰把自己垫在下面 但过程中被脚踏板刮到右小腿 当场血流如注 缝了几针后没有大碍 事后也没有对左转的机车歧视提告 但警方已经调约监视器 要厘清肇事责任 接着薛雪华成就会台北采访报导 从前辈有我和你 从前辈 从前辈 在这一期里面有点赚 在这期里面有点赚